店面在杭州渔航的会创未来科技原理 这份办公场地服务合同是孙先生和杭州风信科技有限公司签的 约定该场地用途为经营用房 使用期限从2022年7月15号到2027年7月14号 孙先生介绍当时店面周边张贴着招租信息 说可开面馆快餐等 他租了沿街一楼二楼共计510多平米的场地 前合同时交了半年租金16万多 再加上押金物业费等共计25万多 7月份他接到了园区通知 孙先生租的店面还没有装修 里面停放着多辆电动自行车 不远处有家沙县小吃 商户红先生说这是他的店已经装修好了 在我叫我装修 我装修装了有十多万 十多万后面跟我签合同的人 他说已经开不掉了 开不掉 然后我装修也装好了 是被买来了 后面他就说那个装修会退我4万多块钱 4万多块钱 这就还租这一类全部退给我 但司法局里面已经调解好了 已经他也亲自签好了 洪先生拿出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 约定杭州风信科技有限公司 退还全部费用 包括租金保证金等 总计7万800多元 额外补偿48000元装修损失 协议旅行的实现为今年10月10号之前 孙先生也有一份协议书 也是约定退还全部费用 协议旅行的实现一样 到现在还不给我们 已经年底了 我们都已经过年了 是我们在银行里面贷款的钱 都没本事还进去 采访时园区保安说会通知领导 可记者等了一会儿 没有负责人过来 李先生直接找到了杭州风信科技的办公室 我们这边今天负责人都没有过来 有没有电话 电话我这边没有电话 李先生说他有一位余总的联系方式 现场拨打了过去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记者后来多次拨打 始终提示对方正在通话 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收回通知领导 截至发稿没有收到相关回复 李先生等人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1818黄金也记得